今天我们说说兰花吧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兰花就是文人气节君子风骨的象征 在宋朝以兰花为题材的画作开始盛行 兰叶淡雅极简的几何美感 契合了宋人的审美 肃静流畅飘逸的兰叶 充满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 就是他们现在的这种着装 把头发盘得比较高一点啊 在头发上面有一个 他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忠实发簪 这种东方女性的高级感啊 这种美 兰花在手势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 兰花还代表着女子绘制蓝鲜 淡薄高雅 美好 高浅 贤得的高雅品性 佩戴在身上 彰显出中华民族内脸 质朴 显尖和柔动太高的气质